不要 不不要 没事 我喝了 挺好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大树君的朋友开心 当大学生做兼职 被骂 仍强颜欢笑 继续工作 看到这一幕的路人会怎么做呢 您好 尝尝我们的新品吧 好 谢谢您 您好 尝尝我们的新品吧 您好 尝尝我们的新品吧 你们是哪一家呢 我们就在前面 是一家饮品店 谢谢 谢谢你 怎么了这是 没事 她们都嫌我烦 我就觉得挣钱太不容易了 美女不要哭 哭了就不美 阿姨 您好 尝尝我们的新品吧 好 什么东西 绿茶 绿茶 嗯 请喝一瓶 可以 谢谢您 怎么了 哭了 就是没事 就是觉得工作太大了 是 就是 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好 就得勇敢地面对 要不然你怎么没有工作干 真是个饮料 对 您怎么了 怎么有点难过 有点累是不是工作 都觉得我烦 没有呀 这不挺好的吗 来两天先 谢谢你们 没事 要不你来我们公司工作 别哭了 没事 你必要了吗 还没有 我就想出来打工赚点钱 然后 好 但是我待会儿上学的时候 一堆小朋友 对小朋友长不更好吗 嗯 是不是 就在那边那条路上 横着那个位置 行 没事 不要紧 不用啊 我一开始 我一直被你那高兴的笑 你这么大地点掉脸 还上学 嗯 刚才有人骂我说我烦 不要 不要 没事 我喝了 挺好的 没有必要去纠结别人 都说了 嘴长在别人身上 而且你出来社会上 什么人就有 垃圾人就有 你能跟他去一个样子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谢谢您 你可以去哪里试试啊 两个百货里面好多宝吗 那边可以进去吗 我们发展就不允许 你们端进去可能可以呢 可以去试一下 多少 加个微信 很快味味就越来越多了 试试 谢谢 没人这么高 看你这个 这是我原来第一次干活的模样 世界这么大 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你不一定遇到的 都是那些好的人 你要不断地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你才能让自己变得开心吧 对 就是累了就坐一会儿 完了之后扭人了就上了一下 就这样比较委屈 那你坐休息一会儿缓一缓吧 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呢做推广 我们也是啊 有时候他们也会烦的 就是有时候他们情绪不好的时候 它会爆发出来 并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们只是路过嘛 你要不要这种朋友也没关系 付出会有收获的 我们在这上班 你能走有时间 你可以过来看看 这就是锻炼你的这个过程 加油 年轻人应该闯荡闯荡 谢谢 没事没事 拿两瓶吧 给我同事也拿一瓶 谢谢你 你真的要买吗 没事没事 我可以的 肯定爱挺好好的 路上你看到很多的人 其实他们背后可能都会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身边的那些人都可以 为什么你不可以呢 对不对 何况我们都还年轻 对啊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 哈喽小姐的清美绿茶可以试一下 我加你了 毕业之后你可以再来公司看看 找不找人 或者其他有机会的话 帮你留意一下 谢谢你们 没事 没事 加油会成功的 谢谢 谢谢